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条恰恰的名镜 还是吃冰最舒服啦 我特别去拜访永康街商圈 肉丝物化石冰淇淋 到底这家冰淇淋有什么厉害呢? 这家冰店最厉害的就是 台湾天然水果口味的冰淇淋 而且平均两个礼拜就换一个口味 每一次来都可以吃到不同的口味 我挑了白水成年高粱 桑胜牛奶口味的冰淇淋 肉丝物说 这个冰淇淋是蒸了酒去做的 吃了三球呢 就通不过酒测了 肉丝物跟我说 制造冰淇淋需要用香夹缆的香料 以前香料都是进口的 而且价格越来越贵 后来肉丝物就自己跟朋友 在台湾栽种香夹缆 现在已经成功了 让我非常的佩服 但是它种下去 它开第一次花要三年多 然后每年会开一次花 台北这边也都可以转 我在我店里也都转 台湾的农业也可以像肉丝物一样 把台湾的农产品加工 变成精致的加工品 冰品就是其中一项 台湾的水果有很多优势 如何花卉这些优势 加工品就是一个重要的发展的方向 我当台南县长的时候 曾经把台湾的芒果行销到日本 成为台湾精品的水果 台南芒果的品质获得国际肯定 这几年外销日本韩国 数量不断增加 真的处理想做好了 那开始就可以大量销到日本 过去大概一年 大概顶多就是七十几吨 销到日本 那我们到了去年 到了2008年 我们已经销到800多吨 由肉师傅的经验 让我发现 台北精致的食品加工业者 可以帮助台湾的农业 走出一个新的天地 也帮台北精致的食品加工业者 找到更便宜更本土化的精致的原料 台北可以改变台湾 从精致的食品加工开始